考古工作者最近发现了一座带有五个天井的唐代墓葬 虽然墓葬破坏严重 但是根据一方墓制 考古工作者是判断墓的主人应该是唐代著名女政治家诗人上官瓦儿 上官瓦儿墓长三十六点五米 身十米 墓葬的规模符合上官瓦儿的身份 也就是皇帝妃嫔的等级 但是墓葬内却没有出土文物 换句话说 没有任何陪葬品 这又让人疑惑不寝 为了解开疑惑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上官瓦儿本人 上官瓦儿是女皇武则田最得力的政治助手 十几岁的时候就出入宗书纪要 堪称女皇武则田的首席秘书 武则田死后唐中宗继位 上官瓦儿又成了唐中宗的妃嫔 继续参决军国大士 人称金国胆相 最后却因女人干政的理由被杀 千年过后尘埃落定 上官瓦儿留在历史上的 是曾经的往事和今天这一方小小的末世 往事早已凝固在史籍中 但2013年出土的上官瓦儿墓葬 却仍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重重悬疑 墓葬规模如此之大 为何没有任何陪葬品 官瓦为何被破坏 难道这座墓被盗过吗 但墓葬内却没有被盗的痕迹 这又是为什么呢 走进上官瓦儿的墓葬 我们究竟能够记开怎样的秘密 南西师范大学于庚者教授 为您精彩讲书系列节目 方向上官瓦儿之七大疑问 2013年夏季啊 在陕西省西安市 距离咸阳国际机场不远的一处工地上 考古工作者正在按照流程进行钻探 随着这个洛阳铲一起一落 在一处地方呢 发现了一座古墓 但是这点并没有引起 这些考古工作者特别的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代啊 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墓葬集中的地方 所以在这儿发现一座古墓 那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直到有一天 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道的时候 发现了一块墓志 把上面的这个土啊去掉了之后 他们发现在这墓志上面 这个盖子上后刻着这样的九个字 大唐故昭荣上官是名 这些考古工作者心里头就一惊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知道唐朝三百年期间 担任过昭荣的 又姓上官的只有一位 就是上官婉儿 难道这是他的墓吗 上官婉儿何许人也呢 上官婉儿 那是武则天和唐忠宗时期 一位著名的女性 武则天最信赖的助手 唐忠宗的妃子 此人一生啊 可以说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 刀光剑影 整个武则天一朝的历史 唐忠宗的历史 没有他那是不完整的 这个人的经历非常的曲折坎坷 堪称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 那么难道这位奇女子就此就重新念试了吗 等到把墓志看完 考古工作者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这就是上官婉儿的穆萨 结果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 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那个时候我本人也是非常的激动 那个时候的我啊 已经不是一个历史学的教授 我是一个历史迷 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通过这个上官婉儿墓 仿佛又重新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令人有一种这个穿越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们下面呢 先把这座墓的简单的情况给介绍一下 首先这座墓啊 它是一个带有斜坡墓道 同时呢 还有五个天井 以及壁刊的单史专券墓 这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啊 你像最底下这个方形的大洞 这个洞呢 就是墓道口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动画示意图 这张图 可以看到 转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啊 底下这个方形的这是墓道口 哎 转过来呢 我们能看到树并排树着像烟囱一样的 这是五个天井 然后再往下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地方就是墓室了 墓室里边很空 而地面上这块深颜色的小点 这个就是墓枝 墓枝啊 它是中国丧葬文化当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未经南北朝以来呢 逐渐的流行 唐代 但凡有点地位和财力的人 一般来讲都有墓制 上面刻字 介绍墓主人的生平 一般来讲呢 都是石头的 当然也有砖头了 那个上官网的这个墓制呢 它是一个轻石制地的 从这张图当中 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墓制 而且我请大家注意啊 这个墓制旁边的这个墙壁 您可以发现这个墙壁发白 怎么回事呢 这原来上面有壁画 这个底色是白色 白灰 然后在上面再做画 但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点是 这个壁画现在已经模糊不清了 大家在那上面只能看见 依稀看见一点点墨壁的痕迹 那这壁画怎么保存情况这么差呢 那是因为啊 这地方 它自古以来啊 是一个水胶地 是农田 所以呢 这一千多年以来 这个水胶地的这个水啊 它顺着这个黄土的这个孔洞 不断的往下渗 最后就把这个壁画给泡坏了 这点非常的可惜 上官网的身份是非贫 那么按照唐木的一般规律来说啊 这个像他这样的人的墓葬里边 壁画的图案应该是宫廷生活的再现 里边会有宫女呀 有宦官呀 有侍卫呀 等等 但是呢 很可惜 这些已经看不到了 这座墓啊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它那个五个天井 天井是干什么的呢 这个学术界还有争论 带天井的墓葬 从汉代以来就有 但是不是特别流行 北周以后开始流行了 那么这个天井是做什么用的呢 学界还有不同的说法 有一种说法啊 誓死如生 注意啊 我说誓死如生啊 不是誓死如归啊 誓死如生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人生前有什么 死后还得拥有什么 死后的世界要模仿他生前的世界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说他生前的那些 吃的呀 穿的呀 用的呀 乐器呀 等等都要搬到墓葬里边去 那么房子太大 搬不进去 搬不进去怎么办呢 他就做一模型 把它放进去 那这个天井啊 有人就说 他象征着死者 生前居住的宅院的那个院落 是这个意思 一个天井就象征着一道院落 你想一想 咱们经常说人家达官贵人的住宅 咱们经常用一形容词叫做什么 叫做深宅大院吗 对吧 中国古代的房子都是这样 他不能让你一进去就看见主人在那蹲在那 对吧 就是大蒜 呱呱呱呱呱吃炸酱面 对不对 他呀 一定得让你一道门一道门的过 才能见到主人 才显得这个主人身份尊贵 所以有人说天井啊 应该象征着远落 另外一种说法说是施工的需求 这个木道越长啊 运土就越不方便 所以呢 打几个竖井 这样子方便运土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是加快施工进度的需求 因为什么呢 你如果在这个木道 只在这个木道最最远坠这一端 开始工作的话 只有一个工作面 这样子的话 你往下打 这个进度会非常的慢 但是你如果在这个木道的预定方向上 同时打几个竖井 这样子呢 等于增加了好几个工作面 好几个人在底下同时的挖 挖完了之后呢 大家连到一起 哎 这个木道就成了 还有这么多说法 另外木里边还有壁龛 壁龛里边放着陶涌 这个低等级的墓葬一般没有壁龛 只有高等级的墓葬才有 我们下面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里边就是壁龛里边的情景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陪葬的陶涌 这些涌啊 看起来应该是侍女的这个形象 但是这个木 又有一些与众不同很蹊跷的地方 第一 墓室内曾经遭到过严重的破坏 考古工作者发现 说该墓的墓室内啊 有大规模破坏的痕迹 第二个蹊跷的地方 没有棺果的痕迹 此墓内没有发现棺果的痕迹 有遗骨 但是遗骨已经是碎骨块了 没有发现棺果 像上官婉儿这个级别的人呢 按理说他不但有棺果 而且应该享受高等级的棺果 什么东西呢 石锅 石头做的 什么叫锅呢 锅就是在棺材外面再套一个大棺材 这叫做锅 可以是木头的 也可以是石头的 石头当然级别更高了 就陕西境内目前所出土的石棺果来看 大多数都发现于渭水北岸 而且都出土于高等级墓葬当中 这些墓的主人要么是皇亲国戚 要么是三平以上大人 上官婉儿的身份是符合这样的标准的 所以说上官婉儿按理说能够享有 更何况 在唐玄宗之前呢 唐朝甚至还出现过滥用石锅的现象 以至于唐玄宗专门颁布过一条法令 这个法令是这样说的 诸葬不得以石为官果及石石 什么意思呢 就是提倡博葬 不要滥用石锅 既然如此 证明你唐玄宗之前曾经存在过滥用石锅的现象 而上官婉儿又是唐玄宗之前去世的 那就足以说明上官婉儿再怎么也应该享有一个石锅 可是没有 说明什么呢 说明上官婉儿啊 是被人用一种极其简单的简陋的方式安葬的 比方说把他的这个尸身呢 把他的尸身呢 用这个白布一国就放到这个墓里边 去了 白布一千多年早都已经烂掉了 所以现在一点痕迹都没有 有关这个墓的大致情况就是如此 大家对这个墓的出土给予了极高的关注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上官婉儿的墓葬出土虽然有墓制证明了主人的身份 但很多人对这座一千多年前的古墓仍有疑问 这些疑问是什么呢 敬请关注发现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在历史上有很高的知名度 他是吴泽天的最得力的政治助手 又是唐中宗的妃子 他的墓葬出土可以说是考古借代一件大事 但伴随着上官婉儿的墓葬重见天日 很多人也在脑海中浮现出了一连串的问号 那么这些问号是什么呢 那么我在网上的跟大家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总结了七个具有代表性的疑问 咱们今天来看一看 分析一下 第一问 怎么确定这就是上官婉儿的墓呢 这个主要还就是靠这个墓志 墓志已经出土了 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就是他的墓 那就没问题了 墓志这个东西是东汉以后逐渐出现的 到了魏晋南北朝开始流行了 没有墓志之前 我们要鉴定墓主人的身份 只能靠什么呢 只能靠什么印章啊 什么器物上的名文啊 等等靠这些 那有了墓志当然就方便多了 而且唐代这么说吧 但凡有点身份 有点地位的人 他都会有一方墓志 那么紧跟着就有朋友就问 难道不能造假吗 啊 比方说唐人给上官婉儿造了个遗种 假墓 啊 放一块墓志进去 疑惑一下别人 有这样疑问的朋友啊 我估计啊 可能心里头是想到曹操了 啊 曹操那个七十二遗种 他想到这个问题 这个实际上啊 历史上真实的曹操也没搞过什么七十二遗种 那都是宋代以后才有的传说 到了三国演义里头 好 给放大了 成了曹操狡猾的一种象征了 实际上就我所见 历史上最早的遗种是出现在唐朝 是唐玄宗时期 当时啊 有这么两个年轻人 一个叫张皇 一个叫张秀 他们两个人的父亲呢 早年间是一个官员 结果呢 这个 呃 他们这个父亲呢 被另外一个官员叫做杨万情 给诬陷 然后导致他们的父亲被杀 这两个年轻人长大成人之后 立志要报仇 经过一番寻找 他们最后在洛阳找到了杨万情 然后将仇人给刺杀了 官府把他们抓起来 然后处以了死刑 但是社会舆论很同情这两个年轻人 为什么呢 笑啊 所以两个年轻人啊 是大孝子 舍身取义 所以大家都非常同情他们 纷纷给他们捐钱 修墓 修墓的时候啊 为了防止杨万情的家人来毁墓 泄愤 所以大家一口气 连着造了好几座假墓 也就是遗种 这就是历史上最早的遗种的这个由来 那么上官婉儿墓 会不会是一座遗种 要我说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因为什么呢 没有人有这样做的动机呀 遗种的设置是为了啥 不就是为了防止仇人寻仇吗 即便是传说中的那个所谓曹操七十二遗种 不是说也是为了防止仇人来寻仇吗 可是问题就在于上官婉儿的仇人是谁 上官婉儿的仇人就是李隆基以及太平公主 他们就他就死于这两个人之手啊 那你说李隆基和太平公主 安葬上官婉儿的时候还有必要造遗种啊 迷惑谁啊 迷惑自己啊 所以说啊 我觉得啊 上官婉儿这个墓是一种的可能性极低 而且您想一想 上官婉儿没什么家人呢 他幼年时候大部分家人就被杀了 他母亲在死之前也去世了 也没家里人给他张罗这个事啊 第二个疑问 他真的死于政变吗 有朋友提出来了 上官婉儿啊 会不会没有死于政变当中 而是悄悄的躲起来了 换句话说 李隆基使了个障眼法 说这个话的朋友 我估计他是看到了这样一个史实 就是上官婉儿被杀之后不久 唐政府又张罗着给他制定了一个文集 这足以说明啊 李隆基啊 对上官婉儿还是比较喜爱并且敬佩 所以上官婉儿会不会被李隆基给藏匿起来 而墓中是一个替死鬼呢 中国历史上但凡名人死于非命者 一般来讲民间都会有传说 说他没有死 经常的 这个杨贵妃 正是都知道说他死于马威波 都说他是死于马威波 结果呢 就偏偏大家非要传说 说他没有死 躲起来了 甚至于连日本人都跑来凑热闹 说他跟着浅塘石跑到日本去了 你看这传说 多神呢 明朝那个建文帝 建文帝死于城祸之后的大火之中 但是由于尸首没有找到 所以人们就传说 说他没有死 跑了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 说他跑到国外去了 那个郑和下西洋啊 据说任务之一 就是寻找一下建文帝的下落 还有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正是说他死于九宫山 但是你看民间有多少种说法 说他没死 说他躲起来了 出家为僧了 等等等等 这些传言真实性 咱们不欲置凭 具体到上官婉儿的问题上 我认为 使用障眼法的可能性啊 太低了 咱先不说啊 咱先不说 这个李隆基在政治上 有没有存留上官婉儿性命的必要 咱就从技术角度上来说 这也不可能啊 为什么呢 政变当天 上官婉儿是被政变部队的士兵抓住 然后带到了李隆基的面前 李隆基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将上官婉儿杀死 抓他的是部下 杀他的时候也是当着部下的面 那您说他要想使用障眼法的话 这技术上多难呢 难道他会那魔术师的大便活人吗 李隆基杀死上官婉儿既是政变的需要 也是为了消除自武则天以来 女人干政的影响 人都杀了 事也算完了 但为什么上官婉儿的墓葬类 还有遭受严重毁坏的痕迹 这是谁干的 是上官婉儿的墓曾经被盗过 还是另有隐形 第三位墓葬为什么遭到了毁坏 前面说了 考古部门认为啊 墓葬内遭受过严重的毁坏 一般来讲 墓葬内的毁坏 往往是盗墓贼造成的 盗墓贼进入墓室之后 不但要打洞 而且呢他还会乱翻东西 甚至有的盗墓贼啊 墓内不是很黑吗 他还要点火把照明 最后把这个墓葬内的东西 都给引燃了 发生了火灾事故 这种事以前都曾经发生过 而且呢 他们留下那个盗洞危害也极大 为什么呢 盗洞会导致新鲜空气 以及雨水的进入 墓葬又是一种破坏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个墓考古部门 官方消息是 没有发现过盗洞 换句话说 不是盗墓贼之所为 而且说实话 盗墓贼没那么无聊啊 没那么无聊 因为盗墓贼如果要 进入这个墓呢 他就是奔金银财宝去的 他不会无聊到 掀人家关床的那个砖头 他现在干嘛呀 所以说 在这个问题上 我倾向于相信 考古部门的判断 就是说 这个墓葬的毁坏 他是官方行为 换句话说 是李隆基的人 干的 到何等地步呢 甚至于到 官床的砖呢 都被掀起来 什么叫官床呢 官床就是 放置棺果的 那个平台 有的 官床 是用大石头 做成的 有的是用砖器的 上官晚儿这座墓呢 它是用砖器的 但是砖块都被 翘起来了 然后散落了一地 这是有意的破坏啊 绝不是时间久了 自然坍塌的结果 第四问 如何解释 造墓又毁墓的 矛盾行为 马上就有网友 非常敏锐的指出 那要是这样的话 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现象 你既然要毁墓 那你刚前面给他造那个带五个天井的高等级墓葬干什么 你不造不就行了吗 你这不自相矛盾吗 要我说这个疑问啊 很有道理 对于这个问题啊 我是这样看的 今天摆出来分析一下 您看看 我讲的这个东西呢 合理不合理 我认为啊 这个墓 是上官婉儿 生前自己给自己造好的 你看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化当中啊 有生前预备身后事的习俗 唐代也不例外啊 唐代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呀 咱不说别的 你想那些皇帝灵 那么绝大多数都是皇帝在世时候修好的吗 这个观点我在网上进行表达的时候 也有朋友提出来一个疑问 就是说上官婉儿死年啊 47岁 一个40多岁的人 他咋会给自己考虑后事呢 怎么会造木呢 现在谁40多岁预备后事啊 但是问题就在于 上官婉儿啊 他毕竟是个古人 他不是现代人 唐人的平均寿命 有学者根据传世文献 和木制进行过一个归纳统计 最后的结果是 平均寿命 也就是50岁多一点 咱们都知道 古代有句话叫做 人到七十古来西 那个年头能够活到70岁以上的 都是凤毛麟角 普通人50多岁 那是非常普遍的 不说别的 你想一想 唐朝的那些皇帝当中 有几个长寿的 唐太宗也不过就是50岁嘛 所以说 40多岁的上官婉儿 给自己考虑后事 那也是顺理成章的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矛盾呢 就可以这样解释 木 是上官婉儿自己生前修的 因此规格上 符合 他的身份 而下葬 则是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这边的人干的 此时的婉儿是戴罪之身 所以下葬的时候连官国都没有 有一方木制啊 应该说是实属开恩 木内的毁坏 是官方受益的结果 意思是说 我让你下葬到你生前所造的木当中 这是我人道主义 但是可有一条 我要把你的木葬里边加以毁坏 已是一种政治上的否定 甚至于呢 我还有一种想法 我怀疑啊 这个对木葬的破坏 有没有可能 是一种巫术上的行为 因为婉儿是横死之人 所以呢 在他的墓内加以破坏 又以压制他的鬼魂 中国古人很迷信 他们总认为 木葬和鬼神相联系 和风水相联系 所以呢 破坏仇人的这个墓葬 或者是仇人先祖的墓葬 这是一种压制对方的手段 当然了 这个猜想啊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什么真凭实据 只是一个猜想 吴独有偶 近年啊 有一处重要的考古遗址上 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状况 那就是河北曲阳田庄大墓 这个墓 年代推测 应该是五代时期 距离唐朝 非常近 这个墓的规模相当的宏大 甚至于啊 他那个墓室里的面积 都超过了一般活人居住的这个宅院 而且有众多的尔室 这张图就是这个田庄大墓 大家可以看到 你跟这个仁义对比 你就能看到 这个墓非常大 非常的这个壮观 这个墓里边也有一具残缺不全的尸骨 而且墓室内也遭到过严重的捣毁 这个墓主人 考古工作者推测 应该是五代时期 本地的一个军阀 名字叫做王都 这个人与后唐军队作战 结果兵败被杀 所以呢 据推测 是后唐军队 杀死他之后 把他的尸体放到了他生前 所造的这个墓当中来 但是呢 又对这个墓葬里边 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 那么这个情况 与上官晚儿墓的情况 可以说啊 是如出一辙 还有学者推测说 上官晚儿墓的破坏 应该是安史之乱 或者是唐末动乱时叛军之所为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推测不合理 因为什么呢 这些叛军把唐政府啊 看作是仇敌 可是上官晚儿是被唐政府处死的 那么对于叛军来说 干嘛要拿上官晚儿出气呢 他没有这样做的一个动机 酒鬼香泉酒 上官晚儿生前显赫 吴则天成帝 他是吴则天最信任的政治助手 唐忠宗登基 他又是唐忠宗的妃子 而唐忠宗死在上官晚儿的前面 李隆基发动政变 虽然杀死了上官晚儿 但他是唐忠宗的妃子 这一事实不能抹杀 那么李隆基为什么不把上官晚儿和唐忠宗葬到一起呢 第五问 为何不陪葬忠宗 有朋友问 这个上官晚儿独自一个人埋在洪都园呢 这不对呀 他既然是忠宗的妃嫔 那你死了之后为何不和忠宗埋到一起去呢 唐忠宗去世啊 比上官晚儿要早 他的灵呢 名字叫做定灵 这张图片就是唐忠宗的这个定灵 他位于陕西省富平县的这个凤凰山这一带 是一座因身为灵的这个墓葬 定灵的特点是什么呢 陪葬墓本来就很少 尤其是里边一座妃嫔陪葬墓都没有 那上官晚儿就更不可能了 为啥呢 上官晚儿被视为是伟后之一党啊 而伟后和安乐公主又被视作为是杀死唐忠宗的直接的凶手 那好家伙 你把上官晚儿安葬到唐忠宗旁边去 你不找着让人家两口子吵架吗 第六问 墓内有机关吗 哇 每逢说到古墓啊 好多朋友都非常的好奇 有没有机关呢 有没有什么陷阱啊 俘虏啊 尤其是在盗墓小说盛行以后 大家这个好奇心呢 是越来越这个厉害 那么其实啊 据我所知啊 所谓古墓内的机关呢 一般来讲都是传说 你想一想 那些机关 尤其像什么俯弩之类的东西 经历了一两千年的时间了 那零部件早该朽掉了 那个剑他也射不出来了 对不对 据我所知啊 在正规的考古工作当中 还没有发现过什么暗器机关 更没有什么伤人的事情发生 这个古人防止盗墓啊 尤其是达官贵人的墓葬防盗 他一般靠的是就是那个超大面积的那个风土 风土越多越厚 暴露贼的工作量就越大 越不容易被盗 另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防盗的这个措施 比方说河南上菜锅庄储木 这个墓的设计 那就可谓是绞尽脑汁 怎么呢 墓内有十一米厚的黄沙 总量在三千立方米以上 这干嘛用的 这就是防盗啊 你想一想那盗墓贼在底下挖洞的时候 你挖到这个流沙层了 你挖一铲子 沙子留下来一铲子 你挖一铲子 沙子留下来一铲子 我看你啥时候能把这十一米厚的这个黄沙 给挖完 另外特别有意思的是 这个沙子里边啊还掺杂有大大小小上千块的石头 而且这些石头的边角啊 特别的锐利 随着沙子流动下来 这些石头也跟着就下来了 设计者只靠这些石头 想用这些石头来伤害这个盗墓贼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就是这个锅庄储木里边的寒沙层 以及这个寒沙层里边的这个石块 大家可以看到边角都很锋利 这个墓室的设计也非常的有特点 真正的这个墓室的上面 他还修了一层假墓室 这个设计非常有意思啊 这可不是那个遗种啊 遗种是真墓之外另找地方修一座假墓 它是真墓室的上层 再修一层假墓室 这个假墓室里头竟然也摆了个棺果 里边有些破破烂烂的随葬品 啥目的呢 他想让盗墓贼打到这一层啊 以为这就是墓室了 然后一看里边的随葬品的这么破烂 以为已经有他的盗墓界的前辈光临过了 就此你就罢手吧 这也算是一种防盗措施 也算是个机关吧 啊 要说防盗机关的话 上官晚儿墓啊 那还真没有 啊 不像这个锅庄储木这样 上官晚儿墓啊 里边还真没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机关 说实话 就是有盗墓贼进去 我估计他也会非常非常的失望 因为什么呢 里面啊 就没有任何的金银财宝 第七问 有可能复原上官晚儿的相貌吗 墓内啊 的确发现了遗骨 但是已经是残骨块 这个按照考古的工作流程来说 骨墓内发现的骨块 如果不是完整的骨架 那首先第一步要鉴定一下 是不是人骨 然后再鉴定一下是哪个部位的骨头 如果这个骨头朽得太厉害的话 还会丧失研究的条件 这也是经常出现的现象 复原上官晚儿相貌的任务 在我看来啊 这个工作呀 难 恐怕 没有办法完成了 为什么呢 复原古人相貌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颅骨复原 可是大家要知道 颅骨复原 它的前提呀 你得有一个颅骨啊 越完整 越好 但是 这个条件 上官晚儿墓 它不具备 为什么呢 里边只有一块残骨 还没有巴掌大 部位现在还没有鉴定出来 所以 复原上官晚儿 这个相貌 这个条件 已经没有了 不具备了 有朋友马上说 哎 既然有骨头 咱行啊 咱能不能在里边提取出DNV来 回头咱 克隆一个 上官晚儿 要我说这个想法够科幻的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据我所知啊 这个 现在 就全球范围内而言 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 允许克隆人 这是一个伦理上的问题 凡先不说 上官晚儿 那个残骨里边 还能不能提取出 提取出有用的DNA数据 就从法律这个角度上来说 你也做不到 另外一个 我也不大赞成这个 克隆古人 这家伙 你想一想 那多可怕 你能想象的满大街走的都是 秦始皇 武则天 哇 朱元璋 你能想象吗 太可怕了 这个事儿 还有朋友问 上官晚儿 墓里边这块骨头 有没有可能 是动物的骨头 因为古人经常在墓葬里头 陪葬一些食物 比方说 猪啊 羊啊 这些东西 有没有可能是动物的骨骼呢 这么说 在考古部门 没有做出正式的考古报告之前 我们只能说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我本人认为 这可能性极低 为什么呢 古代墓葬里虽然说 陪葬 动物的现象 是很多的 但是上官晚儿墓的情况 比较特殊 为什么呢 因为上官晚儿墓里头 除了壁龛里那点可怜的陶勇之外 什么陪葬品都没有 墓室里空空如也 在这种情况之下 单独的给他弄点猪啊 羊啊 做陪葬 可能性就很低 而且更何况 大家要知道 以前墓葬里边出土的动物骨骼 都是放在容器当中的 陪葬吗 既然是陪葬的话 那么一定你放进去的时候 要放到庄重 对不对 都会放在一个容器里头 什么漆器啊 铜器啊 铁器啊 陶器啊 放在这里边 但是上官晚儿墓的这块骨头 直接就在地面上 没有在任何器皿当中 所以我本人认为 这块骨头 它就是人骨 就是上官晚儿的残骨 可以这么说 上官晚儿墓的出土 引发了大家极大的关注 从明天开始 我们要系统介绍上官晚儿的生平 要来看一看 这位金国宰相的一生 解释一下 围绕着他的一系列的历史 中文族的一生